路口已經紅燈 一台公車絲毫沒有減速 硬闖通過 旁邊的汽車車看傻眼 不過制裁很快到來 後方警車目睹違規 急起直追把公車攔下 我就是搶黃燈 搶黃燈 比較頂 所以我現在還是不調攔 有啦 路口就沒有啦 事情發生在台中南屯 司機滿腹怨氣 認為自己只是搶黃燈 但其實左轉燈早就已經亮起 公車司機明顯違規 搶黃燈的話 它有一秒兩秒的時間 已經亮左轉鏡頭 好耶 是嗎 那我們有注意 沒有以後查 這個都已經事實了啦 監視器留下證據 違規司機才坦承 因為擔心霧點平看手錶 才會加速闖過 依法遭罰 不好意思喔 各位乘客 麻煩你們先下車 我處理一下 車上發生爭執 報警處理 乘客們被迫下車 車上發生爭執 車上發生爭執 台中系統區 台灣大道上 一名男子疑似上車 堅持不刷卡 和司機發生爭執 兩人僵持不下 報警處理 司機無奈 不斷向乘客道歉 處理糾紛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喔 有時候人要幫我做證 人家沒有刷卡 也不投錢 他就問他要刷卡 所以 有 警方到場時 男子已經離開 司機則表示 不需要警方介入了 乘客們倒楣 遇上紛爭 只能花時間換車 記得楊生辰職貿 台中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 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